欢迎收看怪奇物语 我是吴嘉芬 今天带您去看考古学界至今未解的谜团 在埃及的金字塔林木当中 竟然出现了一个穿越时空的黑色圆盘 它被称作萨布圆盘 据说这是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超光速推进器 圆盘的材质是用一碎的石头打造的 上面还有三个非常薄的曲面 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 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制作工艺 除了找到横空出世的萨布圆盘 考古学家甚至还发现 古埃及人早就拥有电钻技术 证据就留在硬度极高的花岗岩上 想负磕古埃及的螺旋线圈 必须用现代每分钟转速高达1600转的钻孔机 才能钻出相近的螺旋线圈 专家分析 现今的电钻转数还达不到四千多年前的科技 古埃及人当年使用的工具 又为何仿佛从没出现过一样消失不见 古埃及第一座金字塔内 发现了造型怪异的黑色物体 类似电风扇叶的神秘圆盘 埋藏在五千多年前的沙漠里头 跨越时空出现在贵族的坟墓当中 考古学家在坟墓里发现 埃及王子身体后方竟然出现了奇怪的圆盘 被称作萨布圆盘 因为材质易碎极难雕刻 当年出土时遭到破坏压成碎片 专家们耗费十日 终于重新组装完成 从萨布圆盘上的结构来看 推测可能是现代的涡轮机具 完全不像五千年前 古埃及文明所具备的生产工具 为了证明真假 科学家利用3D列印技术 复制了一个精准的萨布圆盘 将它连接轮轴放进风洞之中 实际测试 结果发现根本不是液轮或涡轮装置 也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外星飞船的光速推进器零件 外星前卫的黑色圆盘 出现在五千年前的贵族墓中 还是让人觉得土雾 跨越时空的超前科技 还包括这些神秘线条 四千五百年前古埃及花岗岩上留下许多神秘钻孔 钻孔上一圈一圈排列的密集程度引发考古学界轰动 因为钻孔留下的迹象显示当年有高超的电钻技术 刻画遗迹的工具有可能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远古电钻钻头 跨越时空仿佛外星遗落在地球上的超级黑科技 如今的我们想要达到四千多年前的程度都不一定 能够做到 仔细看看画面上的螺旋线条 每一个凹槽的深度和线条间隔完全一致 不难想象当年的钻孔工具肯定来自某种高超科技 地质学家分析在硬度级别当中最硬的程度级别是十级 花钢岩达到七级硬度 四千五百年前的古埃及人最坚固的金属工具是铜 想用比花钢岩更软的铜来进行切割根本是天方夜谭 这种形式的钻是更远远的 并远的艺术工具是更远的 它是这些钻子在《Petri's Core 7》的真正的 并远的区别人 imes only had bow drills which 25個 this is a reconstruction of an ancient Egyptian bow drill it makes a very distinctive back and forth line as it drills one continuous line such as that of course seven is the mark of a modern power drill quarren Diamond tipped machine like this powered by electricity 古埃及人留下来的这颗眼星 透过现金科技模拟 必须使用金刚石的钻头 透过电力驱动 才足以制造出相同纹路 眼前这台每分钟的转速 高达1600转的科技 古埃及人究竟要怎么办到 古埃及人让人震惊的黑科技 还不仅止于千年电钻技术 还有刻画在壁画上的发电机装置 据说交由电支部特斯拉 当初发电源里灵感就来自于 这幅古埃及壁画上的杰德柱 墙上的浮雕中还有另外一个奇怪装置 由四根线条从左侧延伸出来 连接至四个头像的顶部 也被怀疑是某种发电装置 从另一项古物出土更加让人讶异 古埃及人不只拥有电力学 还制作了许多无法解释的器具 经过现代科学检验 碗里并没有发现任何DNA的迹象 表示碗装岩石并非当成祭祀使用 当这些碗受到某种意义的 音频的震动竟然可以让物体悬浮在空中 而这种方式目前只有在先进物理学的背景之下 才能形成 假如古埃及人早就拥有悬浮技术 那金字塔的巨大石块如何搬运 就有了合理解释 画面上这一块是来自3700年前的古巴比伦泥板 上面竟然可有我们在数学课当中的三角函数 考古学家推算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三角函数公式 当年在数学课中总是会有人说 学完三角函数之后 现实生活当中根本不知道要用在何处 如今随着泥板出土 终于有了真正答案 3700年前 古希腊天文学家发现 这片编号322的泥板 是至今为止 人类最早使用三角函数的记录 这片泥板来自古巴比伦遗迹 更被称作古代科学奇迹 数学课中我们都学过三角函数 但都不知道学了之后能用在何处 原来最古老的三角函数 其实运用在建筑当中 我们所用的研究 尼板显示古巴比伦人不只懂得高超算术 还能绘制出最古老的世界地图 这块尼板由三个部分组成 有图形地图和正反面文字 至今为止考古学家依旧不清楚三者之间关系为何 从古老地图的描绘当中发现 巴比伦王国位在圆形镇中央 蓝色区块推测是海洋 七个圈圈似乎代表七座城市 红色三角形其中一部分被称为 看不见太阳的地方 它也显示了幺度和真实的物质 在海上和地上 上头的卸行文字只能看出部分单字 无法辨别出整张地图 以及绘制地图的真正目的 不只绘制古代地图 古巴比伦文明还透过尼板 记录天象 千年以前的技术究竟如何办到 1849年大英国务馆考古团队 在底格里斯河发现 有高达数千块 记载着卸行文字的尼板 比尼玛玛标注着宇宙星象 去写到一年全世界一旅上 中文字的尼玛标注中 有十分之一 中文字的尼玛标注中 所谓的尼玛标注中 在八百零标注中 最终的尼玛标注中 有十分之一 在西方的尼玛标注中 与玛标注中 在这些尼玛标注中 这些尼玛标注中 隐含的內容多得驚人 根據研究推論 這些泥板就是古人 從星際旅行者身上 取得星象知識的重要證據 Babylonian star catalogs are an interesting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with accurate mathematical equations distance between planets esoteric knowledge that a primitive civilization really shouldn't have 考古學家不只困惑 古人到底要如何推測 以及把星象記錄用在何處 泥板上的星象顯示 會是與外星生物的聯繫方式嗎 Like many other ancient cultures The Babylonians describe Orion as both a constellation and a supreme being Are the Babylonian star catalogs potentially even documenting an ancient extraterrestrial space station orbring the earth inhabited by ancient aliens who came from Orion 3000多年前的古巴比倫人 不只掌握我們俗稱的十二星座 甚至在公元前一百六十四年 就曾經在巴比倫碑上 記錄下哈雷彗星 除此之外 石板上最新發現的一幅圖案 被稱作世上最古老的鬼故事 至今三千五百年前 古老石碑上有一個被綁住的靈魂 被另外一個人牽著走 語言學家解讀 石碑上的線形文字顯示 這是一個進入冥界的悲慘儀式 官方說吧 這塊石板在某一種角度之下 鬼魂的圖案就會栩栩如生 石碑真實意義 還得等到更多文字破譯才有解答 目前石碑被藏放在大英博物館內 等待後人解開巴比倫王國的龐大謎團 美國的新墨西哥州的沙漠當中 隱藏了一顆神秘怪石 不僅具有雌性 還顆有奇特的神秘符號 像是月球運行的軌跡 又像是外星人遺留下來的地圖 而更讓專家震驚的是 上面的符號 竟然和英國的麥田圈完美吻合 最不可能會有這個薩樹沙漫和磨片 而純毫無用了 智力 dissip為生ταν 可有 poles 一切就希望水落出卸展 關於電光來才算 雖拉狸雷這裡 這就是我們當然要來 char quiere 祝你 lif春鳩 這就是壞了 壁面是這麼清潔 這就是像是像是很清潔的刀 哇 這就是壞了嗎 我會說 這不是甚至是壞棚的壁棚 像是壞棚的壁棚 据说这块罗斯威尔石还拥有神秘力量 和目前地球上已知的天然矿物完全不同 为了揭开岩石背后真相 科学家们决定做磁场实验 异常的磁性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能量 有人认为这就是来自宇宙的能量反应 这颗岩石有可能是外星文明的通讯工具 NASA researchers in conjunction with SETI scientists 巧合的是研究人员发现 岩石表面的图腾竟然和500英里外的麦田圈形状 一模一样 我们可以做一个渐渐渐渐渐渐渐用 我们可以做一个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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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罗斯威尔的真相众说纷纭 有人坚信这就是地外智慧生物 首次接触人类留下的证据 在英国的麦田圈当中 似乎隐藏了许多外星人留下来的密码 而这个麦田圈竟然隐藏了一组二进制代码 科学家拆解了上头的密码 发现还包括了人类DNA的基本构造和五种元素 甚至连人类的图样身高和地球位置 都藏在麦田圈当中 这会是外星人与地球交流的证据吗 麦田圈的神秘现象一直以来 都跟外星人或超自然现象有关 2005年开始英国就不断出现麦田圈 到目前为止总共有380个形状 怪异的麦田圈图案出现 这几年更是不知为何 麦田圈数量急剧增加 比以往更加复杂 精确程度前所未见 bearing the image of a strange figure emerges in a wheat field at its base is a disk-shaped object containing what some believe to be binary code a computer language consisting of ones and zeros 原排内的符号被认为是需要转换的二进制代码 没想到经过转换之后 真能拼出一段文字 大意是当心那些带来虚假礼物的人 这段文字会是指外星生物吗 另外一个麦田圈被称作阿雷西勃讯息 上头的二进制代码似乎在回应来自地球的讯息 Arecibo Observatory Puerto Rico November 16, 1974 Astronomers at SETI 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Aim the world's largest radio telescope at a cluster of stars 25,000 light-years from Earth and transmit a message It contains binary encoded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numbers 1 through 10 an image of human DNA a human figure and a graphic of the solar system highlighting the position of Earth Remarkably, almost 26 years after the Arecibo transmission A crop circle, nearly identical to the SETI binary message appears in a field in Hampshire County, England 阿雷薄熙讯息从读案上来看 确实是按照人类的理解方式在进行回复 但关于讯息是否来自外星文明 科学家始终报失存疑 The formation that appeared next to the Chilbolton Radio Observatory in 2001 echoed the message sent by SETI but it seemed to show a different system of planets suggesting that it's a different solar system The DNA was not double helix and instead of a human we see a humanoid being with a larger head and a smaller body This was clearly a message and perhaps even a response to the message transmitted by SETI 接下来的麦田圈 不只藏有讯息 还精准地计算出恒星轨迹 画面上的麦田圈中出现科学研究里 中子星爆炸的迹象 同一天在英国巨石镇出现两个螺旋麦田圈 科学家认为跟天体星象有些连结 麦田圈中间旋转的东西 专家推测带有磁场 因此可能是中子星 2022年英国麦田圈中 还隐藏了爱因斯坦的宠洞 三个组织的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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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英国发现一个结构 极度复杂的童心源 推测是伸缩构成的视觉图案 虽然这些设计可能似乎似乎, 某些人认为它们的信息可以互相同听, 因为它是一配合合合法的, 这些设计的组织, 这些设计的声音和声音, 我们的区域说, 整个宇宙运来到声音和声音和声音 这些设计的声音是可以被感到的。 麦田圈线上不只出现在英国 更出现在世界各地 2020年有人发现 日本宫崎县也出现 类似麦田圈的存在 この山の中に 謎の巨大な縁が2つあります 通常ミステリーサークルといえば 畑の中など平地に作られたものが 多いイメージですが 今回は山の木で形を作られていて まさに木のミステリーサークルなんです 神奇的麦田圈景观 出自宫崎县一座深山石燕林 日本科学家想了解 空間和树林之间 究竟有什么关連 図はこちら 林野町が作った杉の育ち方を 研究する場所 園の直径はおよそ60メートル そして杉の植え方にも きちんと法則があるんです 杉と杉の間隔は 外側に行くほど 徐々に広くなっていて 植えた場所によって 育ち方がどう変わるか 調べているんだそうです 人為麦田圈的實驗 在2023年結束 現今成為觀光景点 除了地面上 發現麦田圈 2012年 更發現水下麦田怪圈 地点就在 臨近日本海域下方 24公尺处 潜水源發現 走一处奇特的 洗河土案 經過調查 這個海底异象 竟然跟一隻河豚有關 Lane 遊iral крепしい experiencia 需食な 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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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で 水間 水間 砍ぎ 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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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ぎ 根据观察,这只河豚必须日夜连续不间断地工作,否则水流就会冲毁。 从英国的神秘麦田圈到日本宫崎实验以及海底生物的生态艺术,麦田圈现象在全球各地出现,无论是外星文明的讯息还是人类的精心杰作,探索麦田圈的过程,展现无尽想象力。 地球上最神秘的岛屿,其中就包括智力复活节岛上著名的摩岸石像,让考古学家不解的是,岛上有将近900尊的摩岸像,地面之下还有身体,而且比地面上的石像更加巨大。 石像全部都是长了长脸、高鼻梁、深眼窝、长耳朵,双手放在肚子上有的,然后这个样子就和岛上的居民长得完全不一样。 特别的五官,细长的手指头,放眼望去,世界上没有一种族群,长得跟摩岸石像相似,仔细看看,有些石像头上还戴着红色帽子,有些石像的五官更完整,因为雕刻上眼睛,摩岸石像如此巨大,光是头部就是一般人类的好几倍,在它旁边任何人都显得渺小,因为高度跟重量都相当惊人。 整个复活节岛上一共有887吨充满神秘的巨大雕像,高一般在10到20米之间,重一般是50吨左右,但是最重的一个高有22米,重有300多吨。 50吨以下的石头,现代的器重机是可以进行搬运的,但是百吨以上的东西,今天的科技也无能为力。 又高又重又大,一般人要制作摩岸石像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再继续往下挖,摩岸石像不只有大大的头部,它还有身体,一直以来都埋在土里。 本来,它是认为这些模式的建筑只吴巨巨颗的颗颗颗,最终的颗颗颗颗颗颗颗,但是通过了的与厨与研究和研究, the true marvels of these monolithic wonders were eventually unveiled a recent discovery in 2012 unearthed the mysterious revelation related to the Maui statues the bodies attached to the large heads of the statues have distinctive symbols and designs which were originally thought to be tattoos the depictions were only discovered upon withdrawing statues and discovering them on the back of the statues bodies experts were confused as to why the bodies the bodies were decorated when they were kept underground for no one to see 摩埃石像的身體曝光 比長期曝露在外的頭部 還要更長更大 而且背面還雕刻著 我們看不懂的符號跟圖案 難道這些是外星人留下的訊息嗎 仔細看看這些摩埃石像 有幾尊在海岸線整齊的排列 專注的凝視著遠方 彷彿看著人們未知的宇宙 也有些摩埃石像 散落在不同地方 究竟如何搬運是一大謎團 另外也有雕刻到一半的摩埃石像 彷彿時間突然停止 他們被迫暫停 島上最大的一尊摩埃高21.3米 但還沒有完工 它就靜靜地躺在拉諾拉拉库彩石場裡 也是這一尊摩埃讓我們知道 這些巨石像是從彩石場裡直接凿出來 然後運輸到特定位置的 要搬運得要有巨人般的利器 越過陡峭的山坡放上平台 這是人類不可能做到的 真的有可能嗎 但這個理論很快被反駁 因為木製滾筒根本無法支撐上百噸的重量 而且在這座孤獨小島上幾乎看不到什麼高大的樹木 一切回到原點 到底如何移動摩埃石像 站在科學的論點 專家提出了這一種辦法 2011年卡爾利波和特里亨特在考古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稱 用三根繩索就能夠實現石像的直立行走 利波和亨特的研究團隊找來了18名志願者 將他們分成了三個小組 分別站在石像的左右兩側和後面 每個小組拉著一根繩索的末端 三根繩索都卡在石像深邃的眼草裡 左右兩邊的小組通過擺動石像使石像前移 後面的小組則拉住繩索防止石像向前傾倒 通過這種方法 18名志願者在一個小時裡就讓一尊高三米 重4.35噸的混凝土石像複製品移動了100米 而且遠遠看距石像就真的像是自己在行走 前古謎團就這麼破解了嗎 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這個複製版本的石像重量不到5噸 真正的磨害石像重達80多噸 最重的更是上百噸 如果以同樣的方式 人力搭配繩索 還有可能像這樣移動嗎 一千多年前 印度的這座凱拉薩神廟 整座廟宇是從上往下蓋 甚至刻在同一塊巨大的岩石上 古人究竟如何辦到 堅硬的山壁中 鋒利的切割出一個長方形凹槽 壯觀的天然洞穴裡還佇立著一座雕刻細緻的神廟 一千五百年前的凱拉薩神廟 是一座無法用科學解釋的山壁石雕建築 千年以前的古印度人 怎麼會有如此高超的測量技術和精湛的雕刻能力 至今為止 這座神廟的建造過程 始終是考古學家們困惑的巨大謎團 三層樓高神廟外觀 高度是雅典帕等那神廟的兩倍 一千五百年前沒有起重設備的古印度人 到底要如何辦到 更難解釋的是 考古學家發現 這座神廟並不是從地基往上搭建 而是從頂部開始往下鑿刻 當時的人們又為何要刻意選擇一種 最困難的蓋廟方式 更加困惑的是 凱拉薩神廟的建築材料 至始至終就只有山壁上的岩石 換句話說 古人就是徒手 拿著原始工具 一鑿一鑿 從山壁上直接刻出一整座廟宇 難度之高足以想像 從最高層的屋頂 接著往下刻出門窗 再刻出神廟內的每一尊石像 人像 如此壯觀的神廟 讓人懷疑真的是古印度人 用錘子和鑿子雕刻而成嗎 神廟整體建築相當複雜 千年古文明竟然早就運用水利系統 這也表示 1500年前的古印度文明 似乎比歷史記載的還要厲害 它是一個擺貌的裝飾 牌的功能 辨機階 建築後 和隱藏 垂湖 洞 煉 梯 山 寺 基建築 人 当时的人们只花十八年 就徒手科好 复杂神妙 光是这一点 也让考古学家们不敢置信 另外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是 根据神庙大小计算 从山壁凿出来的碎石至少有四十万吨 但在神庙周围却完全看不见 上万吨的碎石堆积痕迹 而这些碎石怎么会神秘消失 同样给不出答案的 还有屋顶上的这一个神秘记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